大黃魚 金工香香 老闆豪氣的在魚身 淋上一大杯香農老酒 蒸籠 大火快蒸 这是马族的特色料理 老酒蒸黃魚 大概是七八月的时候 这个八月吧 黄魚是最丰收的时候 我记得所有的渔民 都赶到东面去 因为黄魚有群居的 然后它一会叫发出声音 它会呱呱呱的叫 叫黄瓜鱼 黄瓜鱼 它很呱噪 红鱼丑偶食会像青蛙一样 发出红亮的蛙鸣声 最大产区就在亮岛 亮岛古称恒山 当地人便将黄鱼称为恒山 清明到端午期间 是黄鱼盛产期 肥美 肉质细嫩 入口即化 马祖流传一句谚语 三月三荡备丹 施恒山 在穷也愿意荡掉备丹 买几尾黄鱼 解解馋 有酒进了黄鱼的鱼肉里面 给小孩子吃 第一个它骨头比较少 肉比较鲜嫩 小孩子比较能接受 吃的它比较不会怕冷 以前环境很不好嘛 马祖的风又大又冷 我们这个岛屿接近海面 几乎每个村庄都接近海面 是非常冷 所以我们就经常有老酒的料理 说到马祖的老酒文化 起源自连江 当地人多以捕鱼为生 岛上四季分明 日夜闻差大 冬季更是天寒地冻 让马祖人独爱老酒 也逐渐发展出酿酒习惯 这一坛就是马祖老酒 也就俗称为最女儿红 马祖的老人家 多说着常乐口音的米东话 也就是俗称的福州话 福州话把酒厂称为酒库 福州人说的老酒 就是用糯米酿的黄酒 微酸 微甜 加点姜片 最适合在冷暖的冬天 温热着喝 清晨大概都三四点要出汗 出汗的时候 他们先喝一杯 温一杯老酒 那主要是预汗 提神 好 那回来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再温一杯 那就消除疲劳 每年12月至隔年的清明节前 是酿制老酒的最佳时节 马祖俗宴 开坛商百里 希望最前家 是当时家家户户 酿老酒的最佳写照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 两岸还有对打 当打算不打 所以我们要躲防空洞 躲防空洞的话 那里面就可以叫缠一些东西 那以前我们如果酿酒 都是通酿 那后来一位军方来了以后 就不准你酿 所以后来有禁止一段时间 1956年政府实施 烟酒专卖制度 但婆妈们戒不掉 在家酿酒的老习惯 于是公家酿高粱 私酿的旧酿老酒 每个礼拜都要搅一次 大概40天以后 这个酒就成型 那这个酒呢 我们就把酒立起来 剩下就红糟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 马祖人常用的红糟料理 土壤平静 物资有限 马祖人必须物尽其用 压榨酒之后的红糟 同样也能入菜 这是以我们马祖 传统佳酿老酒 副产品酒糟 来做的创意料理 酒糟炒饭 香农红糟简单入菜 大火快炒就能上桌 鲜红亮眼的红糟炒饭 散发微酸酒香 睡进嘴里温润不嗆口 那些糟都是糯米跟红糟 所以它就有一点丑丑的 它里面还含有已经发酵的酒 那红糟的料理 正常我们以前马祖人 只是废物利用 没想到啦 经过这后来发学说 原来我们的红糟里面含有这么大的健康素 马祖的红糟 富含养生红糟 具保健功能 不仅让人联想 马祖人口平均寿命偏高 是否跟红糟饮食有关联呢 可以降伤膏 可以去伤装甘油脂啊什么 反而变成现在人在吃红糟素 那当时我们老祖母 我想他也不知道 只是大家的一个习惯 这个是免鱼 十月份开始才有 一来就是很多吗 一来也不会说很多啦 全岛也没有两三百斤啊 早期马祖地区缺乏冷冻设备 为了保存迂货 居民会将马家鱼 鳞鱼跟免鱼 聚成鱼浆 逐渐变化出各种特色小吃 以前早期的时候是用打的 用刀敲的 把它打到烂烂的 然后跟粉 那一般都是地瓜粉或太白粉 下去让那个鱼肉可以粘着 混合太白粉的鱼浆 经过日晒 烘烤或蒸干 一圈圈的干鱼面能吃上一整年 免鱼做的可以除全一年 以前是用烤 现在我们不是用烤 我们用冷冻库里面 就可以保全一年 都没有 更不会变 很好吃 那万一今年风收不好 没有什么鱼货 所以我们就有习惯性的 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家家户户户都在打鱼王鱼面 穿到后的鱼面 经过大火快炒 百里透光 散发淡淡鱼香 吃起来 殆尽有弹性 一方水 一方土 洋溢群人 无论鲜香鱼面 红糟料理 还是老酒黄鱼 都是蕴含文化脉络 和传承的舌尖美味 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 绿都台湾 就在森丽